苹果首款空间运算设备Vision Pro上市后 不少人拍开箱影片或实际上街使用 不过外媒指出部分买家的蜜月期已经结束 开始出现退货潮 主要原因恐怕是不太舒适 根据科技新闻网站报道 苹果官网允许买家在14天内退货 对于首批Vision Pro的买家来说已经接近退货期限 根据外媒报道 过去几天开始看到越来越多用户 发文说准备要退货 最多人提到的原因是舒适度 有用户提到这款装置导致头痛或头晕 或是配重太往前寝 还有人反映可能会导致眼球血管破裂 不过有实测评论表示 过去几年的虚拟实境VR装置的用户 都反映过眼睛干涩和冲血的问题 这不是Vision Pro独有的问题 这款要价约新台币11万元的装置 在购买潮后出现退货潮 如何影响第二代的发展 外界都在观察 主要是综合报道 主要是综合500元的装置 综合人在购买中的风格